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一手打造福尔摩斯的藏镜人就是他 英国作家陶艾尔 引人入圣的叙事功力奠定福尔摩斯人气不坠的关键 多部电影和电视剧都为性格来新诠释虚构的福尔摩斯顶尖聪明却又过于敏感性格 伦敦博物馆展出各种道具和戏服 包括福尔摩斯虚拟的住家门牌 大翻领黑色长外套 招牌烟斗以及侦探帽 而最罕见的就是首次出现福尔摩斯雏形的书籍和手稿 知名画家派吉特笔下的陶艾尔和福尔摩斯肖像 也都是首次亮相让粉丝充满无限想象 这位传奇神探人气百年不坠 魅力持续征服各年龄层 中央设计者黄珍珍伦敦报道 石头卫来自台湾远赴纽约独定影系所的留学生合办影展 在纽约台北经文处大厅揭开序幕 现场同学秀一段向百老汇致敬三部曲 迷你专业的歌舞表演让观众听得如痴如醉 那就是比较特别的是我们将这个电影展 新歌诚的精彩展的我们的放映度拍展 展览涵盖编剧导演制片摄影等项目 多元化成性电影的艺术与文化 让观众体验电影世界的魅力 提供给我们在纽约的年轻学生的一个表演的空间 我觉得他们也不重望 不管是在建筑展 设计展 或者今天我们拍幕的摄影展 每样都非常精彩 在场我们这么多人才能共济现成 我们台湾年轻人都是非常有创业 多名纽约艺术学者出席并赞许 这次影展是纽约的盛事 也是台湾的骄傲 充分展现台湾学子的染实力 中央社记者黄兆萍 纽约报道 全球规模最大的绿色洲农业展 在柏林登场 共有来自68国1658个单位参展 主办单位预估将吸引超过40万人次参观 这个农业展源自于百年前的露天市集 现在已成为全球农业和食品加工业的盛会 除了有农产品园艺展览外 也有旅游介绍以及世界各国美食 大旦美食之际 奥地利和瑞士展馆也有乐团演奏地方传统音乐 而在德澳区 每年都会选出农产品推广青山大事 他们身穿传统服饰 向游客推广产品 成为展场上的瞩目焦点 除了农产品之外 花卉园艺和森林保护也是展览的吸睛重点 主办单位为了向大家介绍 被列为世界遗产保护的原始举木林区 特别将林木展馆布置成森林 成为今年展览的一大特色 庄社记者林林 柏林报道 争取民主捍卫权益 华人年轻世代公民意识抬头 是立法 是立法 在成长 台湾的太阳花运动 和香港的占领中环运动 都引发国际高度关注 相较之下 一海之隔的澳门 青年争取民主改革的声浪 却鲜少登上国际媒体 当地主流媒体也不买账 我不相信澳门人 一出世就是比较保守的 我想是从一出世 接触媒体或者社会上面的 后天去形成现在这样保守的气氛 澳门的民主派人士 相信可以改变大众 对于政治的保守态度 不过他们也感叹孤立无援 香港的战中运动 获得过去殖民国 英国政界的声援 不同的是 殖民超过400年的葡萄牙 在澳门回归中国大陆15年来 政府维持和大陆友好交流 却对澳门近来兴起的 民主运动不闻不问 I don't see the Portuguese government as interested in the democratic movement of Macau Yes, the Portuguese government has very good relationship with the Chinese government 但我认为这良好的关系 应该不仅仅在经济共产业 也应该在人权保护和民主 不会很积极地去扑募 我觉得当然是面对中国这个经济体 现在的规模绝对是有它的困难 支持民主的年轻时代 呼吁葡萄牙政府超越和大陆之间的经济利益 表态支持澳门的民主运动 他们表示也会透过网络宣传民主理念 组织政党参政 继续为澳门的民主改革努力 中央社综合报导 新人驻泰国副代表丁乐群敲响鼓声 为台湾和泰国人民送上新年祝福 并带来总统马英九 致赠泰国台湾会馆的集资 感谢他们长期照顾旅居泰国的侨胞 以及对国家外交的贡献 丁乐群接着拜会先罗戴天宫 这座由台商集资兴建 外观仿自台南香火鼎盛的南昆生戴天府 是泰国侨胞的宗教信仰中心 宏伟的道教建筑 也成为当地著名的旅游景点 丁乐群在上香参拜后 同样送上马总统的亲笔题字 感谢庙方给予侨胞的协助 也肯定他们热心公益 捐助泰国弱势族群 为台湾做了良好的国民外交 中央社记者刘德仓曼谷报道 自行车是许多欧洲人 上下班的代步工具 也是旅游运动的好伙伴 今年来欧洲引法歧视大幅增加 车商看准商机 纷纷推出变动自行车 抢攻引法族市场 比利时最大自行车展 吸引超过十万人次参观 台湾自行车商也前来共襄盛举 这次展览的主轴焦点是 电动自行车 业者表示 过去电动自行车以通勤用为主 但为让引法族享受更多休闲活动 车商特别推出能上山下海的 电动公路车和电动登山车 我认为E-Bikes will be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sales of bicycles in Europe for the future it's a really big growth market if you are a little bit older and a little bit weaker then you still can join with your friends riding a bicycle but an electric one right now in Benelux the market for E-Bikes is approximately 200,000 per year 200,000 pieces and we expect that for all over Europe it will be many millions in the future because it's a really really big market 暴龄化时代来临 不老歧视将越来越多 台湾业者看准电动自行车这块大饼 积极扩展欧洲生产线 强占市场 庄社记者江金叶库特来报道 最后带您聚焦 美国职棒MLB最新消息 林木伊朗在星球季 确定加入迈阿密马铃鱼队 继续第15年的大联盟生涯 他从2001年加入MLB以来 缔造不少伊朗障碍 包括单一球季集出262支安打的惊人记录 截至去年 林木伊朗在MLB共挥出2800多支安打 他能否在星球季把握机会稳定出赛 将是持续缔造记录的关键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在华视新闻资讯台和中央社网站都有播出 我是张亚婷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